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有媒体报道 中国捞船公司在南海海域 也就是接近马来西亚的附近 打捞起10艘军舰残骸 其中一艘可能就是大英帝国海军曾经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值得一提的是 沉船之上存在着不少清朝的文物 对于这些战争遗传 国际法并没有明确说明 那么这些沉船可以视为人类公共遗产 谁打捞起来就归谁 也就是说 这些残骸包括上面的文物都归我国所有 然而英国政府却公然指责中国是海盗在抢夺他们的东西 英国国防部长表示 中国的打捞行为是对战争公募和历史遗迹的破坏 军事残骸应当不受打扰 死者应当安息 据悉 被中国海盗打捞的10艘船只 基本上都是在1941年左右 被日军击沉在马来西亚和伊努尼西亚海岸 其中 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二战中最有名的英国舰艇之一 满载排水量达到了4万吨 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海上的最强王者 但在一次行动中 由于没有得到空军力量 而遭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 最终被击沉约800人丧身 但对于英国的指责 事实上 英国自己也在打捞沉船 小伙伴们对于西方国家如此双标行为 你怎么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级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